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本集口播广告与中国信托银行合作播出 一年一度的综合所得税申报要开始了 用信用卡缴税的时候 别忘了要挑选一张可以累积回馈的卡片 比方说113年缴交综索税 刷中国信托华航联名卡 每新台币300元回馈一礼 回馈无上限 除了在报税既有回馈活动之外 生日当月海外消费最高新台币6元回馈一礼 能快速累积里程换机票 还可以享有华航专属报道柜台 登机礼遇 贵宾是合机场接送服务哦 财经资运在资讯来年节 报税前别忘了确认一下哦 请慎理财信用至上 信用卡循环年利率 中国信托银行 ROM指数加上加码利率 5.97到13.47% 仓限为15% 预期现金手续费为每笔 借金额成3.5%加150元 循环利率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 其他费用请上中国信托银行官网查询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首 我是Kiss研究生 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5月10号 星期五哦 这次回台湾啊 除了办了一场大型的活动 就大咪这个讲座之外呢 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个任务呢 是这样子的哦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算是出版社的编辑 跟我联系哦 就是给了我一本书 这本书呢 我收到之后啊 哇 觉得有一种就是打开了一个 新的视野的感觉哦 这本书是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哦 我那时候收到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翻来看了一下 我觉得哇 怎么会有人可以把一个东京 日本的吃茶店 可以介绍的这么的仔细哦 最后来呢 这本书也是我第一次 应该不算第一次 应该算是我第二次挂名推荐的一本书 但是这本书呢 我有为他写了一句话 在他的书标上面哦 一个推荐语吧哦 因为这个书呢 其实我看了之后啊 真的是萌生了我很多 以前大学的回忆 尤其在以前 刚来到东京的时候 我很喜欢去那种老式的 吃茶店走走哦 那时候年轻还对于那种 烟味没有那么的敏感 现在如果要我去吃茶店走走 我都会觉得那个烟味 其实是有一点点重的哦 但是呢 其实在日本 如果大家有听昭和时代的特辑的话 应该都会对于吃茶店这件事情啊 特别的有一种感觉 因为你走进去里面 你就会有一种怀旧感 但是事实上呢 到现在很多人来东京玩 或是说来日本玩 已经越来越少把吃茶店 排进到观光行程里面去了 所以这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呢 我就特地赶快跟黑里联络 我说这个书呢 你也出了这么久了 你应该也出了 应该有四五个月了吧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 好好的邀请他 一起来聊聊吃茶店这件事情 所以这次回去呢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找黑里一起来聊吃茶店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 来到日本玩那么多次 对于吃茶店应该不陌生 但是走到吃茶店里面 你要怎么样 好好的去认识这个吃茶店 哇 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 如果你当初看我在IG介绍的时候呢 你有买的话 我想你应该对吃茶店不陌生 如果还没有看过这本书 但是对吃茶店非常有兴趣的话 今天啊 一集吃茶研究室 要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你要怎么样走进日本的吃茶店里面 而且可以好好的享受它 OK那我们来欢迎哈利 Kiss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哈利 哈利 叫哈利两个字 你是OK的是不是 没问题啊我就叫哈利 所以你说 那个你不会希望大家叫哈利 这样叫很清楚 其实是先用中文的哈利 才有后面的哈利 其实哈利是我们叫狗的名字啦 你跟他抢名字的意思 对因为我狗后来走了 但是我很喜欢那只狗 对我们一生只养一次狗而已嘛 所以就想用名字来纪念它 OKOK 所以你就把那个名字拿过来 当做自己的名字 对这是一个老笑话的 因为我本来英文名字叫做Daniel 后来有一天发现他是 Hello Kitty的男朋友的名字 我就崩溃了 等一下 Hello Kitty 所以如果叫肯尼 发现肯尼是芭比的男朋友也不行 应该是不会娶肯尼 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芭比的男朋友 但我们很少人知道 Hello Kitty的男朋友是什么名字 对不对 后来有一天有人告诉我 悠悠的告诉我说 其实Daniel这个名字是Hello Kitty男朋友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崩溃了 就崩溃了 对 所以后来就改成这个哈利这个名字 哇 这个原因太浪漫了 太浪漫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那个非常浪漫的哈利 来跟我们聊那个非常浪漫的吃茶店 是吃茶店 讲到吃茶店这三个字 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 其实对日本文化没有那么熟的人 就会想说里面就是卖茶的 其实吃茶店这个名字在我第一本 2019年的时候 吃茶万岁的时候 当时其实台湾的确对吃茶这个名称的概念 还是没有跟咖啡店连结 但是经过这几年 疫情这几年 还有IG上面的推波助澜 现在大家大部分 只要有喝咖啡的人都知道 日本的吃茶店 吃茶店 就是咖啡店 对 因为台湾在之前 应该说十几年前 就是有人在出饮料的时候 就用了纯吃茶这个字 然后里面又真的是茶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的那个印象 就会很多人觉得 纯吃茶是茶 然后可能里面有红茶 有绿茶 有加糖 有没加糖 那就想不到咖啡去 对 就因为这个纯吃茶这个名词 其实让我困扰了很久 所以像我这一次写 发行这个 我热爱的东京吃茶店的时候 我封面上的角落 有写日文的名称 但当时请我日文的译者 就是我第一本书 日文的译者 帮我翻译的时候 他有建议应该写纯吃茶 但我有跟他解释 而且贴了那个饮料给他看 但是他就笑出来 他有没有崩溃 他说 你来台湾的这个红茶的 那个名称是纯吃茶 对 而且那个不是台湾人土生土长的词 那个真的就是从日文借用过来 对 没有错 跟台湾当时厂商可能取这个名字 就想到吃茶 可能就直接觉得跟喝茶有关系 就叫纯吃茶 但其实在日本纯吃茶 是咖啡店 而且是纯咖啡店的意思 里面也没有在跟你卖茶 没有 对 这真的是一个太微妙的一个 语言的沟通的问题 不过这个纯吃茶名词诞生也是因为 在日本早期吃茶店刚开始 就是20世纪上半期的时候 有所谓的女给文化 就是有女士 陪伴的那种服务 那就是后来为了区隔店家 老板为了强调说他没有女色 所以才出现纯吃茶这个名字 对 就是我只是来吃茶的 没有多的服务 对 吃茶就是喝咖啡 如果纯吃茶 纯粹只有喝咖啡而已 你这样忽然让我想到说 台湾以前有所谓的茶室 有 那里面也是在纯吃茶吗 有 其实如果你翻一下 在台湾早期60年代70年代 很多作家 像之前张国立就写过一篇文章 就提他学生时代的纯吃茶 在台湾是有琴瑟的 每个座位是那种高椅背 然后有窗帘 布帘拉起来 约会的在西门厅开了非常多 然后纯吃茶据说 因为我不是那个时代 据说纯吃茶从一楼到楼上 楼层越高越暗 这一点都不纯 为什么要纯吃茶 对 很诡异对不对 所以我说很多名词 在日本的名词 来到台湾之后 因为一样是汉字 都会变了一个意思 变了一个意思 重新诠释 重新诠释 这也是语言好玩的地方 对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 认真的吃茶店 就日本的吃茶店 其实我最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说像很多 我自己在日本 我就有时候走到吃茶店去 其实我没有想太多 像那个最大的Lunoharu 也是吃茶店 对不对 就觉得反正进去 赶快消磨一点时间 就走了 但是其实我看哈利你的书的时候 那个吃茶店 其实是一种 可以特地走进去享受的那种感觉 并不是说 我现在要消磨时间 用一下网路 然后打打字走进去 吃茶店在日本 其实它主要是代表 是讲20世纪开业的咖啡店 就是以我们台湾人比较白话就是老咖啡店 对 所以它大部分里面都没有什么义式咖啡机 OK 沖煮的方式通常是手沖或骰缝 这两种 手沖又可以分法兰隆跟滤脂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它里面除了咖啡之外 还会有所谓的食物 还有食物 对 定方的食物 对 所以去吃茶店 其实我觉得以我一个台湾人 这十几年 这样子迷念 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咖啡店跟食堂的结合 如果这样讲就比较清楚了 对 因为你也可以吃早餐 对 然后吃早餐也是会有那种 大家印象中那种名古屋的点咖啡送早餐 的确其实我去法国还有去意大利 到处拜访他们的咖啡店 我发现他们咖啡其实就是食堂的意思 所以其实只是台湾早期咖啡干净来的时候 被定位在比较高级的东西上面 所以大家会觉得咖啡店卖其他食物 好像有点不成体统 但其实早就已经不是 早就可以有各式 应该说那种休息的空间 可能也跟每个不同的地方开始发展 也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时代会改变 像你如果只有来这个店只能喝咖啡的话 其实生意很难做 老实说像吃饭时间他要出去吃饭 要到别人的餐厅去吃饭 那不如这个钱留给自己赚 所以我觉得这种是慢慢演变 慢慢演变过来 你刚刚讲到那个我就想到 之前有一个台北的夜店 然后他就做了牛肉面给大家吃 然后后来牛肉面卖太好 就把牛肉面拿出去卖 大概这种感觉 对 我在我记得应该是在元树 有一间酒吧 我觉得酒吧也一样的意思 它是中午 一开始中午生意不好 因为酒吧都做晚上了 他就卖起咖喱饭 咖喱饭长得很特别 上面还有放酪梨 然后用白色的咖喱淋上去 像西式法式甜点一样 结果咖喱饭大卖 我去的时候是晚上六点多 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 大家去那个酒吧 只是为了吃咖喱饭 以前那种买毒还猪的故事 现在也是有 只是不是毒跟猪了 对 我其实最想要问哈利的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到东京好了 或者是到大阪 我们想要去体验一个吃茶店 不管是你书里面的吃茶店 或者是说那种对于日本想象的吃茶店 我们要怎么去挑这个店 因为那么多 像这我我搞不清楚 我就走进Lunoaru了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最大的连锁吃茶店 但那个就没有像是你书里面 写的那么丰富的那种感觉 如果要找的话 因为现在有Google map 其实你在日本不管哪里 其实你上面打Kissar 就吃茶两个字 在Google上面地图上面打的话 都会看到周围有什么吃茶店 但如果真的你要锁定吃茶店 我觉得你到一个地方旅行 可以先去他的书店 因为日本写这一方面 吃茶店的书也有很多 但如果人家台湾就想知道的话 也可以买我的书 你要从书里面 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照片 跟不同的介绍 你可以从里面找到你喜欢的 有时候透过旅馆 也是一个方式 像我常会问旅馆大厅的服务人员 问他 附近有没有比较 Fruiki Sade 有吗 我都会问他说 有没有这样比较老味的咖啡店 他就问你要多久 要名字好大正 对 有些比较年轻店员 其实年轻店员就会比较不清楚 因为现在年轻的店员喜欢去咖啡 比较潮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问的时候 你要问看一下对象的年纪 如果找到 或者是问 我觉得问一些商店的老板也不错 你买东西买完结账的时候 就顺便问他一下 说我台湾来这里旅行 有没有附近比较Fruiki Sade 他就会可能会告诉你一两间 我有时候会是透过这种方式 甚至于是找到一间之后 再问老板 这个城市还有什么他可以推荐的 跟他一样的自查店 所以他可以介绍竞争的同业给你 其实同业之间都会有往来 现在已经这个时代竞争反而比较少了 而且还要可以同时进哪边的货比较便宜 可以呼唤一下 而且通常在台湾现在年轻一代咖啡店老板 据我知道他们休假也会跑到桶房那边去喝咖啡 彼此都有往来 因为其实现在讲到那种比较老的吃茶店 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 就是昭和时期昭和时期 其实可能搞不好大正时期就有了 有一些更旧的都会有 有但是那是比较少数 像例如说我们关西大阪有一间叫平干咖啡店 他就是昭逸关西昭逸最老的咖啡店 他就从大正时代到现在 不过大部分都还是从昭和 而且是战后才开始的会比较多了 对 所以我们如果走到吃茶店的时候 里面的那个氛围 因为我这一次 就是为了要跟哈利一起录这一集 我跟哈利说 我说你跟我讲一家 你觉得我走进去看的话 我可以好好的把所有东西全部都 稍微感受到一下 然后哈利就推荐了我一下 我就走进去 然后我真的是走进去的那一瞬间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大部分去吃茶店 我很喜欢去吉祥市那边的吃茶店 那边有大概四五家 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种印象 吉祥市就这种那样子的地方 但是吉祥市本身呢 里面有一区又是旧旧的感觉 所以当你慢慢走到吃茶店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哇就是一个吉祥市吃茶店 你可以感觉很有历史感 但是这一次哈利推荐我去的是一个 在新宿的吃茶店 那新宿其实我就是常常去 然后那边全部都是人丑马龙 然后非常多现代的东西 进去那一瞬间 我想说现在是民国几年 回到60年代对不对 有一种瞬间回到50年前的感觉 好像回到那个 新宿存爱物语那个电影那个时代 就觉得说 哇第一个是想说 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然后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有看你的书嘛 我还记得那时候 哈利那个时候 那个出版社的编辑 说能不能写一句话 我就读完书之后 我就写了一句 我把这句话念出来 对 我那时候我写的一句话是说 我就跟着哈利的文字神游 然后时光呢 就仿佛回到了二战后的东京 喝一杯咖啡 吃一口甜点 但是坐在令和的吃茶店里面 坐着昭和的梦 我读完就是这种感觉 我想说现在到底什么时候 你那句话写得非常棒 因为很贴切 其实对我来讲 吃茶店它有点像是时光胶囊 然后尤其这种 我本业是学美术的 我们喜欢美术 喜欢古董 喜欢不同的时代的风格的 这些文化产物 所以吃茶店它里面 刚好就丰富 有很多这种 这种很丰富这些文化 对我来说 其实来这些吃茶店 感觉每一次都是像是一次 时光的那种小旅行 小商不一样 所以这也就是解释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些吃茶店 有一种怀面感 怀旧感会出现 对 那种怀旧感会有点温暖 你知道吗 暖暖的 因为这个时代 比较少这样的东西了 我觉得日本很难得 就是在现在 这个市场还可以有这么多 这种老吃茶店 就是老咖啡店存活 对 这也是解释 为什么现在疫情过后 这个年轻一代 你会发现IG上 这个20代的女生 在日本的那种女生 很喜欢跑这个吃茶店 跑店 他们跑店 很多都不是跑café 不是跑什么 地上坡精明咖啡店 跑的是吃茶店 对 去感受一下 那可以cosplay一下 对 你看 他们现在喜欢带那种底片相机 带着卡带随身听 有没有 然后到吃茶店 看一本 那个文库本 抽着小烟 这就是他们现在 年轻一代 20代很流行 想要试试看 对 对啊 现在其实抽烟已经不酷了 现在日本就电子烟之后 其实已经很少人抽烟了 对 就走进去 哇 原来这种烟味还是很重 还是有 对不对 对 我这一次呢 就是在跟哈利在聊的时候 我说我要去吃茶店 哈利就跟我推荐说 你去吃茶店 你要去观察哪些事情 然后我想把这些 要观察哪些事情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啊 对 那当然那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要观察的 他会说第一个你就是要看咖啡 对啦 吃茶店就要看咖啡 对不对 我怎么看咖啡啊 我跟你讲 这个吃茶店的咖啡啊 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 一个是咖啡豆 一个是充足的方式 就萃取的方式 我们先讲咖啡豆好了 去Kissade 就是日本的吃茶店 在菜单上 如果你不会点咖啡的话 直接看它里面 放在最上面 突然是写Blend Blend什么意思 就是英文的Blend 就是综合配方的意思 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那这跟我们现在 第三波的咖啡很不一样 现在第三波流行的精品咖啡 通常都是强调 它什么庄园啊 什么品种啊 都是单品的 单品的 一支 那Blend就是嘛 Blend就是通常都是 三支到五支 甚至于最多到七支 由这个店家的老板 自己去配的出来的配方 那它每一支的豆子的 烘焙的程度也不一样 那这样子混搭之后呢 它有一定的比例 不是随便混的 固定的比例 出来的味道就是它独一无二 代表它店招牌的味道 它有点像是去那种酒吧的时候 你会去点那个 它的金钱特效 就那种Signature的特效 对 就是那个它的味道 那处于它的 所以我们去吃茶店 都是第一个点的是Blend 都是选Blend的 的那个咖啡 然后萃取方式又分很多种 像刚才有提到 法兰隆 Siphon 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滤脂 现在滤杯滤脂 在家里面冲用滤脂 冲咖啡 Siphon跟滤脂 台湾人可能比较熟悉 但法兰隆 台湾比较少 不过台湾现在很多 比较有规模的咖啡店 也开始喜欢用法兰隆了 因为台湾的老板 也开始在追求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法兰隆 它跟滤脂有什么不一样的 法兰隆 它本身 它是一种绒布 单面的一种绒布 英文就叫Flanel 所以就翻译叫法兰隆 法兰隆 对 法兰隆 它这种绒布 它本身过滤过咖啡粉之后 出来的油脂 会保留比较多 不像滤脂 会全部把它吸走 因为我们刚提到这个配方豆 大部分台湾人好喝日本的这种咖啡 都会常觉得说 好像这种咖啡店的培度 好像就比较深 对不对 其实不是 真正的好喝的深杯的咖啡 并不是只有那种苦味而已 它是有一个油脂味的 它的油脂味有点类似 expresso那种creme 那种味道 油脂味是要在充足的过程 要保留下来 才会有那种香醇的味道 所以喝咖啡 像我这种喝很多年的人 就会享受那个味道 尤其在日本这样的 所谓的配方豆 它的培度又比较深的时候 就会享受这种所谓的油脂 法兰隆 还有一种更古老的充足方式 在我刚提到 关西的大阪的平干咖啡店 还有另外一间是 明古屋的Lion 这两间都是大正时期到现在的 他们保留这种 以前那种充足方式 法兰隆的充足方式 他们怎么充呢 就是拿一个差不多 1200cc的这种手充壶 但它不是拿来手充的 里面铺上一个大棉布 那个棉布可能60层 60件方的这种法兰隆的棉布 四方形的 接着他会拿一个单手锅 像煮泡面那种单手锅 然后放上水之后 等水滚了 把咖啡粉倒进去 大约一分钟熄火 再把刚煮好的咖啡水 整个倒进 刚才我们铺好棉布的壶里面 然后把棉布包起来 像极豆浆一样 把咖啡粉 那个泼把它过滤掉 里面的壶里面剩下的咖啡 就是要给客人的咖啡 这是现在日本仅存 几间店还有这种最古老的 这种法兰隆充足方式 你这样一讲我就忽然想到说 因为现在我们喝咖啡 大部分很多人都喝浅焙 但是我每次在吃茶店 咖啡都觉得好苦好苦好苦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苦就是昭和时代的人 喜欢喝的味道 是不是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喜欢喝苦的咖啡 刚开始刚煮完的时候 其实不会太苦 等喝到温度降低一点的时候 如果怕苦味色会跑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旁边 通常会附上一个奶棕 那个奶水这个时候把它加进去 你就会发现甜味跑出来 会取化学变化 这个奶水跟汤的咖啡混在一起 是很搭的 对 所以 不要只喝黑咖啡 对 你一杯咖啡可以分两种方式享受 现在在台北 我知道有几间精明咖啡的老板 都有推出所谓的奶油冰滴咖啡 或奶油黑咖啡 大概也都是同样的意思 你会看到它黑咖啡上面 浮了一层奶油 那个一起喝进去 就会发现奶水跟咖啡 咖啡混在一起 会产生那种甜味 所以你知道喝咖啡的那种学问 就是你把现在喝咖啡的学问 放在50年前昭和时代 不太通用 然后用50年前昭和的喝法 对 对不对 然后50年前 他们喜欢的那种blend 对 你现在可能会觉得 现在还流行的 不流行的 我们就是要试试看以前 没错 现在台湾其实我们大部分喝 淡品咖啡 精品咖啡的时候 都会强调不要加奶水 对 那是正确的 因为它焙度本身 它都不高 浅中焙左右 然后它最主要是要享受 因为单品都有 要享受它的品种 本身自己那种天然那种酸甜味 你这样奶水就没有意思 没错 那不太一样的东西 了解 我们今天就是在聊这个 吃茶店里面最重要的主体 咖啡 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去看 到底吃茶店里面 除了咖啡 我们要看什么呢 我们这一集 下一集 我们会继续再跟大家聊说 到底我们在吃茶店里面 我们要如何享受 OK 对 我们非常谢谢哈利 今天来跟我们聊这些 谢谢Kiss 对 那喜欢这期节目 不要忘了下午新好评也追踪我脸上IG 那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啰 拜拜